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你的心念正有感觉 你看任何事物和人 你都会觉得灵知灵觉 就像我们看到个小孩子 我们特别喜欢 这个孩子真可爱 好像很有灵气 实际上你有灵气 所以经常讲一句话 你看别人像菩萨 你定是菩萨 所以 知觉就是我们能够触摸到我们本性的良知的一个照耀镜 能够照耀到这个光和光芒的一个镜子 所以 所以学佛真的是要靠晓 不是单单的拜拜佛啊 念念经啊 茶茶水果呀 拖拖地呀 这么简单 因为人 因为人在修行当中 有很多的妄想 而且 有累生累劫 无始劫以来 多少人在六道中 轮回转不出来 因为他们多少事在轮回当中颠倒往下 所以他们多少事把这个世界当成了真的 想想看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当成真的 现在你们看看你们所有的事情在今天看起来是不是都是假的 因为过去了 因为没了 所以要把色生相未处法六贼所接触到的虚幻世界 认清 它是虚幻的 不实的 不能把它看成真的 否则你就是任贼做父 你们看看哪件事情不是我们六贼伤害我们的 眼睛看见了 气得不得了 耳朵听别人说了 气得不得了 对不对 所有的事情 都有它的原因 如果一个师父将弟子 看成是自己私有财产 如果这个师父让弟子皈依自己 都说别的师父不好 如果弟子皈依别的师父 他原来的师父就认为他像叛徒一样 这样的师父 本身就是为了明文立养 这种师父本身就是在直取妄念 在妄念中 在妄想当中虹法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学习佛 他是平等慈爱 对所有的众生 都是一样 看看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随缘度众 对人间的事物 和众生 从来不分 倾诉 我们对人间 不能有贪爱之念 就是放下执着 你贪爱某一个人了 某一件事情了 你就是执着 所以心要像佛一样 你才能处事然容 佛性无爱 所以善知识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 菩萨的经文 佛法声 就是让我们正念 正性来学习佛法 所以修行吃苦 就是学佛的一个方法 别人看我们苦 我们自己很乏气充满 要苦修 要苦修磨练自己的人的意志 懂得消除业障 吃苦越多 消业越多 锻炼自己本身的智慧 不执着 你才能修出般若 所有的无明 让它慢慢地逝去 你才会拥有佛法的 般若智慧 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古印度 摩基托国 阿育王 这个皇帝曾经说过 我这辈子没有任何事情 是做不到的 在古印度 的确 从小生长在皇宫 阿育王 自出世以来 茶来生手 饭来 战口 一切大小事情 皆由侍臣 奴婢为他用心打点 乃至成年之后 登上王位 建立了孔雀 王朝 带领军与南征北讨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因此各地大小国的 这个国王 俯首称臣 情愿 你是皇帝 我们就是 臣 称名 方圆二十八万里内 竟是阿育王的属弟 阿育王 这句话说的可真是名副奇事 他真的是很厉害 然而 阿育王却叹了口气 他自己说 哎 只是住在北方池里的龙王 独独不肯降服于我 那么令阿育王伤透脑筋的问题 因为在国境北方有一个三百余里的池塘 驻扎着一个龙王 因为昼夜供养佛的舍利一分 供养佛的舍利了 而有大威德神力 阿育王三次率军领巷马车部等四部队前往征讨 皆无功而返 过去他们皇帝出征啊 不是大象代表着胜利啊 大象啊 所以在东南亚 在古时候 都是大象代表着 这种吉祥 能够成功的 然后是马 然后是车 车嘛套在马上的 然后呢 步兵 就是这么出去 那么经常呢 没有成功 那么这个阿育王呢 就在想了 想必是龙王供养佛的舍利的功德 于远于我 就是比我还要大 使得正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龙王始终无视我的存在 就是不认为我能够战胜他 来人哪 快快修立塔式 栽生供佛 供养三宝 正要陪得知福 阿育王啊 他就要造庙 造塔 然后呢 供僧人 供养三宝 佛法身 在阿育王 急促的催促下 全国各地奔奔开始 兴建寺院 涉谈 言请高僧 讲经说法 令全国人民普瞻法语 同声法乐 一时间 僧侣来往不惜 国内人人法喜充满 得大利益 哎呀 法喜充满了 整个地方啊 就是法喜充满了 过了一段时间 阿育王 自己暗自了 这个思寸道 不知如今出征的机缘 成熟了没有啊 我也做了这么多功德了 正的福德 与龙王的福德 现在要看一看 究竟谁大呢 阿育王毕竟 非常的聪明 不智 而且非常善于变通 不久他想了一个绝佳的妙计 他以同样的质量的精子 就黄金啊 打造了一尊自身的树像 他自己的树像 再打造了一座龙王的雕像 分别放在 这小的了 很小的 分别放在 称的两头 两面 他因为造的时候 他黄金的分量是一样的 他就放在两边 称的他的分量 那么一放上去之后 第一个回合称的时候呢 龙重王轻 也就是龙王那头 重往下 阿育王呢 那个轻 阿育王皱着眉头啊 他就下令 来人呢 继续大布施 请高僧们讲法 他继续做更大的功德 过了不久呢 他再沉 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又撑了 诶 没想到这次一撑啊 撑啊 这两头啊 黄金啊 平行了 一边大了 阿育王露出了一丝微笑 嗯 看来 我的决定是对的 良官 开放 良仓 政绩 这个国内 孤苦无一的弱者 他又做善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 阿育王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又将两座 金色的树像 放在 秤上 两边 当他看见 自己的肖像 这个黄金啊 望下城的时候 哈哈哈哈 大笑 欣喜若狂的 宣布 准备出征的消息 他对下面的 这个军队讲 走吧 咱们攻打龙王去 这回必能大获全胜 当时阿育王率领了十万大惊 哇 油马车呀 一路 前进 走到半路 突然看见 远方似乎有人 一队人马挡在路中央 不一会儿 前锋部队的将领 挥着马鞭 赶快 回到 在部队当中的阿育王跟前汇报 大王 龙王和龙族大小眷属 已经在前 恭候大王多时 准备请降 就准备投降了 阿育王于是架着马 快速地迎上前去 下马扶起 跪在地上的龙王 并接受龙王所供奉的 佛舍力 从此以后 阿育王便以恭敬心 供养佛舍力 并见八万四千宝塔 弘扬佛法 广禅大成 不错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三宝在世间 弘扬佛法 道十方 让众生能够认识真理 才能得到出世解脱的利益 这是为人间最上的福田 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学伯人应该怎么样 能够成为一个无可以众生的人 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别人 要供养三宝 要恭敬 你会得到无量的福报 你供养三宝 你会得益正法 别人看到你的所作所为 就会尊重你 降伏于你 所以我们人要把握姻缘 好好的精进努力 广众福田 能刻机取证 早一点 道业成就 所以我们做人 修行一辈子 你才会有意义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不好好修 等你明白了 你也差不多了 所以要精进勤修 人干净了 身口意 就会勤净 佛的身体意念 代表着佛性 所以为什么说 开口就是佛法 因为你的身口意 就是佛性 所以与身口意相应 好好地改变自己 产生智慧 过去佛法界有句话 护短心内 非贤 也就是说 当你发生错误的时候 你护短 找理由 不承认 千方百计 来抵挡 自己做错的事情 你的心内 非贤 不是一个贤达人士 你是一个没有修养的人 所以师父为什么叫你们不要找理由 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因果 若能像看别人缺点一样 你能好好地天天盯着自己看 你已经在进步当中了 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